欢迎回来继续Focus 在两年前的万圣节 南韩的黎泰院159个人死亡 而这场惨剧呢 在今天整整两年 今年首尔在举办万圣节派对的 红大和黎泰院商区周边 全部加了安全栅栏 AI监视器 另外当然加派警力不断巡逻 而且疏散交通人群 不过南韩社会对于黎泰院的惨案 记忆犹新 首尔的市政府在周末办了追悼仪式 29号这一天国会也有纪念活动 那么至于呢 在案发的小巷子里面 有很多民众前往追悼 吸血鬼小丑走上街头 还有人装扮成夯剧 由于游戏和动漫角色 南韩卫生节前周末 各地民众乔装打扮上街庆祝 光是26号晚上 首尔宏大商圈就涌入多达8万元 比平时周末多了三成左右 为了管理人流 首尔当局制定全面安全措施 除了家装安全设备 人流多的十字路口 也有警员守护行人安全 每条街还加装AI人流管理监视器 和能够显示拥挤程度的电子看板 与此同时警方也出动机动队 来回巡逻预防犯罪 一旦发现危险物品 第一时间上线检查 12警方31号前针对宏大和离泰院等 人流密集的15个地区进行特别管理 南韩政府绷紧神经 加紧戒备热门万圣节庆祝商圈 因为2022年离泰院财踏事故 仍历历在目 两年后回到现场 向东一旁白色布幕被揭开 电子看板上 用所有罹难者母语 14中预言写的追悼文章浮出水面 向东内回忆和安全之路 新路牌高高挂起 地面上也贴有纪念文字 离泰院财踏事故 29号届满两周年 罹难者家属们收纳标语 齐聚事发现场 异口同声呼吁无望悲剧 路过的市民也暂时停下了脚步 陷入哀痛氛围 如同罹难家属们的愿望 在惨案两周年之际 南韩民众以各自的方式 来到事发巷弄 挨到牺牲者 除了罹难家属相关团体布置追悼空间 南韩国会也举行纪念会 缅怀事故 遗难者 议长代表国会 被相经历伤痛的遗难者和家属表示歉意 这是国会首次正式举办追悼会 大约120名罹难家属和60名朝野议员出席 统统戴上象征离泰院事故的紫色围巾 只是哀到同时 家属们不忘持续推进 究责和调查工作 除了将对前首尔警察厅长 金光浩等三名高层 一审获判无罪的结果 提出上诉 私者家属敦促最近成立的 特别调查委员会 彻底查明 逼具事发原因 委员会工作期限最多一年三个月 艺术们强烈期盼 能还给无辜牺牲亲人 一个公道 TV月新闻最后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Suzanne